日本載有鐵路設施遲刀傷人案 一個婆婆受傷宋縣 69歲的男兒犯被捕 警員到場之後 制服一個穿深色外套的兒犯 她報稱無業和居無定所 又說不記得發生甚麼事 警員在她身上手出兩把短刀 並且封鎖JR福島站的現場調查首證 報道說當地下午大約4點 警方接報一個男人 在車站的西出口廣場遲都揮舞 期間在花草附近 刺傷各80多歲女人的腹部 傷者喪怨時清醒 相信沒有生命危險 目擊者說當時現場不少人驚叫和走避 警方列造傷人案作進一步調查